海马资源紧缺,价格昂贵,人工养殖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因为海马有特别的天性,明明是雄性海马,偏偏要怀孕生子,而且还忠于爱情,怎样让海马的爸爸多怀孕,如何解开这道难题,科技院马上播出。 海马是一种奇特而珍贵的海洋生物,它的药用价值以及观赏价值都很高,市面上一斤海马能够卖到上万元钱。 可是近年来野生的海马是越来越少了,为此很多人都尝试着进行人工养殖。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您讲述的就是海马人工养殖的事,它们的办法很特别,要让雄性海马,也就是海马的爸爸多怀孕。 在这家位于深圳南海边的养殖场,生活着一种珍贵的海洋生物,海马。 海马因为头部酷似马头而得名,它的长相很特别,头部像马,眼睛像变色龙,可以弯曲的长尾巴很像猴子。 整个身躯就像一个有棱有角的木雕。 海马是一种前海小型鱼类,在水中游动时,海马把尾巴弯曲,头部和躯干成直角,靠山洞胸骑和背骑在水中直立游动。 如同一位笔挺的,端坐在马背上的骑士,姿态非常优雅。 关于这种奇特的小生物,民间流传着许多神奇的功效,但它们无法用它们的神奇来改变生存的困境。 海洋中的海马家族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灭绝。 老夏,你杀过海马吗? 在许多海岛渔民的印象中,出海打鱼顺便捕捞些海马,曾经是件很平常的事。 而现在那个场景已经成为历史。 就比如说在我们沿着沿海地区,原来的时候不是说专门的捕捞海马,就是在打鱼的时候,可能拖网,就能够给拖上来一些海马。 每天大概能拖一二百条,结果到现在呢,每天出去,甚至一条都踩不到。 林强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马研究团队的负责人。 他每年组织多次的野生海马资源普查。 目前在我国已经发现13个不同种类的海马,但野生海马数量正在急剧下降。 除了海洋环境恶化,人为捕捞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主要是还是人为活动。 因为现在的话,海马那个价格是非常高的。 从四年之前的每公斤八千块钱,到现在的话每公斤两万多块钱,升值是非常快的。 与其他鱼类一样,海马用腮呼吸,但是它们体表没有鳞片,身体内部的骨骼被外部一层薄薄的皮肤包裹着。 看起来几乎没有多少可以食用的肌肉。 但这并没有降低海马的价值。 民间一直流传着北方人参,南方海马的说法。 海马汤也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一位药方,有温补肾脏,输筋活络的功效。 在东南沿海,一直有着用海马泡酒煲汤的传统。 我们吃的就是煲汤,天时夜的时候就煲汤排毒嘛。 到冬天十夜份的时候我们就泡酒。 从野生状态下,除了来的海马,直接放在这个酒里边。 活的啊,放进去。 因为海马受到酒精的刺激以后,从这个港湾这个地方排出一些夜期。 他们觉得是比较有用的。 补姓啊,补姓藏羊啊。 海马的神奇功效源于何处? 民间的传统是否有科学依据? 多年来,专家学者们一直在研究。 中山大学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 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研究方案,就是准备把海马的这个蛋白脂粪全部提出来打,打一个蛋白质土。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它为什么能够增加本体的免疫力,之干不剩。 主要我们现在已经初步确定的是一些栽成的物质。 结合专家的研究成果,制药企业正在研发相关的保健产品。 目前国内的海马需求量每年都在递增。 大部分海马原料依靠进口,批发市场的甘品海马已经期货可居。 这里是深圳市大鹏兴区的海产品批发市场。 60岁的谷阿姨搞了大半辈子海鲜生意,经营的海产品非常丰富。 早些年,海马并不是它的特色产品,而现在仅有的一点海马被它特意印在名片上,成为了店里的招牌。 你这么多海产品干嘛把海马放上去? 它是最吃钱的,最有功效,最有名堂的。 现在贵了,拿不到货。 现在像这个大一点要五六千哦。 现在海马很少嘛,大大要三万。 最小的都要三千多。 因为体型独特,海马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在观赏鱼市场,每对海马的价格已经超过一千元。 中药材和观赏鱼两大市场的旺盛需求,导致野生海马被大量捕捞。 对野生海马资源构成巨大的威胁。 2004年,我国把海马纳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野生海马捕捞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同时大力鼓励海马的人工养殖。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林强和他的团队,以海马人工养殖为主攻方向,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 从03年到06年这个阶段吧,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确实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这个繁殖效率比较低,优海马的养殖也是比较低。 一斤海马上万元钱,一边是市场旺盛的需求,一边是资源严重短缺。 很多人想到了人工养殖,但是因为技术不成熟,一直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海马养殖的两个瓶颈问题,就是海马的这个繁殖效率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右海马的一个存活率的问题。 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甚至到国外,他们都是面临着这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难以成功呢? 不同于其他鱼类,海马的繁殖行为很特殊,有时要分辨海马的性别是有些难度的。 雌性海马没有婀娜的曲线,这种曲线属于雄性海马。 雄性海马身上这个鼓鼓的地方,是孕育小海马的育儿带。 没错,您没有听错,不是妈妈,是海马爸爸来完成怀胎的任务。 海马的话,它是跟其他的鱼类呢,就是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雄海马产后带,就雄性鱼儿,我们的科学术语啊。 这在整个海洋鱼类里来说的话,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 受精卵的孵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么重要的工作一般都是母亲来担当。 但也有少数的生物是由父亲履行着神圣的职责。 比如娃娃鱼的孵化,就是由雄性娃娃鱼负责守护。 但海马最为奇特的是,这一孵化的过程是完全在体内进行的。 在雄海马的腹部皮肤折帘处,有一个孵卵囊,就像袋鼠的育儿带。 雌性海马就是把卵铲在这个育儿带中。 它这个卵子排到雄海马的育儿带里以后,在育儿带里边进行这个受精。 也就是说受精卵的整个发育过程,一直到胚胎发育,最后到一个完整的小海马的一个形状,完全是在育儿带里边的。 小海马在爸爸的育儿带里需要15至30天的时间孕育。 发育成熟后,由海马爸爸将它们排出体外。 我们对早呢,就是把它叫做一个卵胎生的一个现象。 胎生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要有一定的胎盘,做一个一个窝,一个基础。 实际上海马它不是这样,那么它的幼儿带,这是一个带子。 它带子呢,就是有一个保护的一个功能。 无论胎生还是卵生,对于海马爸爸来说,产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这一过程,如同母亲的分泌。 当它差点,我们能明显看到它的这一个头部跟它的尾部, 就这样弯曲,小分开方向弯曲,用力的挤压。 这样我们看了海马就直接让小海马就喷出来, 很壮观,就真的是很壮观。 画面上正在努力生产小海马的就是海马爸爸。 场景很神体。 但林强也看到了其中隐含的问题。 海马这个兴奕源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了海马后代的数量。 你比如说常规的鱼类,它把这个金子和卵子拍到水里面进行受精。 它一次可能是几千几万,甚至十万。 这个数量非常庞大 但是在海马里面不是这样的 海马特殊的繁殖行为限制了每次产子的数量 海马爸爸的育儿带只能孕育400到1000个小海马 而且他的交配繁殖行为集中在每年的一段时间内 海马的繁殖季节主要还是集中在 每年的4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段 而且这个产的次数也比较少 一对海马的话 一对海马这样一年下来的话 也就一年产两次 最多三次 这是一个瓶颈 那么要让海马多产子 就要打破海马每年产子的固定时间 林强他们决定人为的创造条件 改变海马交配产子的生物中 提高海马交配的频率 他在这场环节中 他已经有这种非常好 非常强烈的生物中 他每到春天这个入照时间变长 水温升高的时候 他就开始分支 那我现在就把春天的这个环境一直保持 生物体内都有一座奇妙的生物中 指挥着生物的行为 动物的交配行为 也遵循季节性的规律 海马研究团队通过调节养殖基地的光照变化 控制海水温度 炎度 炎度 让养殖场长期维持一个春天的环境 希望用这些办法 刺激雌雄海马产生交配的欲望 三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林强尝试过许多办法 但都没能大幅度提高海马的繁殖效率 虽然在养殖场营造出春天的环境 雌雄海马有了交配的欲望 但因为动作不协调 交配行为往往以失败告终 林强非常困惑 直到2007年 一次美国之行 才让他找到了灵感 偶尔一个机会 我收到了美国 佛罗里达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的来信 他们邀请我们去跟他们一块合作 做一些海马的养殖 如何进行海马人工繁殖 已经成为国际科研领域的热点 林强先后多次前往美国 巴西等科研机构 与国外同行一起探讨 他对海马养殖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们早期的研究 太侧重于这个环境的变化了 你比如说这个温度啊 颜度啊 光照啊 等等 它的一个变化 对海马本身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养殖生态学 林强发现 相比于养殖生态学 国外同行更注重动物行为学 研究方向是海马的动作行为 沟通行为和繁殖行为 针对这些行为特征 有针对性的开展人工养殖 做了这么多年的科研 忽然意识到 哦 海马养殖呢 不单单就是说 去通过改变环境啊 改变这个养殖的饵料管理啊 等等这些管理这些方法 而海纳程度上 我觉得应该首先要了解海马 林强意识到 不应该以人的视角来看待海马 应该学会用海马的视角 来分析他的想什么 需要什么 只有做到真正的了解海马 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工养殖 应该把这个研究的重心呢 放在这个海马本身的行为学研究上 我们要了解海马它需要什么 用行为学的原理 林强重新定位海马养殖的研究方向 仔细分析海马之间的交往手段 雌雄关系 不断摸索实验 林强发现 之前一个大石子养海马 群居群昏的状态 是海马交配失败的主要原因 海马它本身的 它这个生物学的特性呢 是一条海马 很大程度上吃 只和另外一条 另外一个海马 就是一雄一雌 这样是一对一的配对的 林强说的一对一配对 通俗的说 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 海马对爱情的忠贞程度是非常高的 他们恪守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方式 一夫一妻这是一个 长久的一个关于海马的传说 海马被称为海洋中的鸳鸯 对海马的这个习性 其他很多渔民在捕捞海马时早就发现了 很多渔民在捕捞海马的时候会发现 如果抓到一条死海马 一定能在这条死海马附近找到一个熊海马 反过来一样 总是总是要抓 基本上抓到一对 所以他们就基于这个呢 就认为这个 海马应该是像 现在人类一样 是一夫一妻制的 到底海马是否恪守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 科学界还有不小的分歧 但如果从生物净化的角度分析 固定配偶关系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在自然海域中 海马更喜欢生活在珊瑚礁的缓流中 把尾巴紧紧缠绕在附着物上 将身体固定 它们很少做长距离的游动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懒惰 主要原因是海马没有发达的鱼鳍 长途旅行对于它们来说 是件辛苦的差事 一条海马寻找到它的一个异性伴侣 太不容易了 所以一旦找到之后 它们不会轻易的就翻开 这是从这一个生物学生而言 这一种很好的生殖策略 避免为了寻找伴侣而浪费太多能量 另一方面 海马的交配行为非常特殊 它们交配之前 会有一个长达几天的重复性动作 跳舞 地形之间的动物 在相互了解之前 都会有一个跳舞的过程 我们就要交配舞蹈 一是熟悉 二是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机会 去交配 这就是两只正在跳舞的海马 它们动作协调地舞动着 偶尔也会停下来 把尾巴紧紧缠绕在一起 之后又会接着舞动 看起来很像水下芭蕾 这个动作有可能重复几天 直到最终交配 漂亮的舞姿 背后却包含着不同寻常的生物习性 这个欢舞的动作 我认为它就是一种练习 交配它需要磁熊海马 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 然后才能够把磁性海马的卵 放到熊海马的月儿袋里面 而这个行为 不是两条陌生海马 很容易就能实现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设想 科研团队有针对性的 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磁熊海马的交配过程 需要非常好的协调性 而之前大部分的海马养殖企业 都是把海马集中在一个养殖池里 磁熊海马的夫妻关系不固定 交配动作不娴熟 是造成交配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百多条 这个清白放在里边 整个一个空间是非常混乱的 这样的话 对海马的这个交配呀 繁殖都是非常不利的 林强带领科研团队 改变大水体的养殖模式 把养殖池分割成彼此独立的区域 过去一个池子养殖一两百条海马 现在每个独立的区域养殖不超过十对海马 降低了海马的养殖密度 为海马一夫一妻创造条件 一个养殖系统里边 我们放了十对或者五对亲本 让他们这个这种关系 群体关系保持一种简单化 这在海马程度上 就是有利于他们去正常的交配 养殖密度低了 更有利于近距离观测海马的动作行为 研究团队发现 在海马没有形成一夫一妻的固定关系之前 为了获取雌性海马的芳心 雄性海马的禁偶行为很特别 在雌海马跟雄海马进行这种 昏舞行为的时候 然后他会把他的一个育儿带给开口 然后将海水灌进去 然后把他的育儿带充得很大 这样就仿佛他已经怀孕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行为的猜测 他就是说向雌海马展示 他的一个怀孕的能力 海马爸爸要努力张扬自己雄性的实力 毕竟争夺配偶 繁衍子孙是生物的本能 研究海马行为 尊重海马的需要 经过不断驯化 过去只会在春夏两季交配繁殖的海马 现在已经没有了季节的限制 不同季节都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海马繁殖 而且这个繁殖的效率还是挺高的 所以这个是我在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历经十年的科研摸索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海马研究团队 相继攻克一连串技术瓶颈 形成海马产业化养殖的多项专利 中国的海马研究成果 在国际海马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高 我们能够把海马养殖度的好 其实呢就能够很大程度上 减少我们对野生海马捕捞的一个压力 我想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工作的话 那么对我们这个研发团队来讲 是非常值得的 采访时呢林强告诉了同事 养殖场马上就能够达到十万位海马的规模 下一步他们将把部分海马放归大海 帮助修复海洋资源 他们希望能够攻克技术瓶颈 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 为实现这一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好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去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答题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公马书页 牛犊穿笔 给羊剪毛还得挑肥剪瘦 这么做为了啥 放牧高手米尔根巴图说 要让马牛羊们多声忧声 就得先为他们的爱情加油 科技院为您讲述夏季逃场上的情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